古风 习近平借口袋最严控民间舆论 古轮云 方民之口 神于方川 意思是说 阻止人民说话的危害 超过了堵塞河川的危害 也可以解释为 不让人民说话 必有大害 而自称独遍中外民主的习近平 却对这个最简单的道理都不动 为了防止党内舆论 习近平还专门设立了妄议中央罪 不知敬畏罪 目的禁止党内官员对他的非议 为防止网络舆论 他还专门设立了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并亲自担任该委员会主任 可见他对网络舆论有多么重视 网民发个网络表情也犯法 6月6日 国内有一网友因发猪头图像 被警察抓捕 原因是他在群里不发言 却老是发猪头做评论 当警察找到他时 他表示很不理解 他问警察 我发猪头也犯法吗 警察说 你一有所知 不许发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小心思 所有与猪头有关的都不许发 八戒 二师兄 猪无能都不行 画猪头人生的网络漫画的犯法 早在2019年5月 安徽女大学张东宁也因画猪头漫画被判刑一年 罪名是寻衅滋事 刚开始 许多网友对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表示不解 后来有知情网友说 猪和猪头都是习近平的忌讳 也是汪景重点关注的敏感词 这其中也包括猪和猪头图片 画像 因为猪和猪头在中国代表愚蠢和长相丑陋 有法律专家认为 类似妄议中央 不知敬畏 寻衅滋事 投机倒霸 等罪名都属于口袋罪 这些罪名都严重背离了宪法的初衷 习近平为严控网络舆论 中央网信版还特意推出了几千个网络敏感词 网民稍不注意 就有可能触及到习近的机会 请责备警察训捷并写下保证书 众责备冠以寻心自恃罪入狱 猪只是众多网络敏感词之一 如 小熊为宁 包子 包提 猪头 猪无能 猪干裂 雕犬犬 雕大犬 习特勒 撒比哥 大傻逼 西门庆 总加速师 贾速帝 宽一哥 贝书丹 习胖 毛尔 习孟斯 习近平 习精平 习近平 习孟斯 习三点 习阿豆 微博树 习近平 二百经 末代帝 崇祯帝 小眉山 松礼平 习教父 贾布氏 习博士 习歪嘴 习背书 神经病 现代版毛泽东 习奥赛斯库 当代秦始皇 毛某转世 卖国贼 维扯会长 习大郎 袁氏凯蒂尔 赵国内坚等都是习近平忌讳的网络敏感词 具缘腾讯网的意味网管吐槽 至今为止 中央网信版公推出网络敏感词 多达三千九百多个 学者杨茂森在评价习近平时说 习近平担任国家领导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他之所以畏惧网络舆论 主要是因为他不得任心 无独有恶 在中国历史上 曾经还有一个独裁者集会主 他就是明朝的明武宗诸后照 他被历史学家称为世上最荒唐 最昏庸的皇帝 但诸后照与习近平相比 可谓是小巫见大巫 1519年12月 明武宗在从扬州到南京的路上 发布了一道圣旨 圣旨的内容无关国家大政方针 但影响很大 圣旨的大意是 养猪卖主本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 但是却与我犯冲 不仅如此 吃猪肉还容易生疮 从今以后 禁止在养猪杀猪 家里有猪的通通在杀 如果以后再发现有养猪行为 一家老小全部流放至边疆 永远充军 明武宗禁止杀猪养猪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跟他的姓氏翻冲 他认为杀猪就等于杀猪 这就犯下大不尽之罪 二是诸后照生于辛亥年 生肖属猪 所谓吃猪肉容易生疮 只是明武宗的借口罢了 在中国历史上 独裁者为凸显自己的权威 往往总是把自己的忌讳 当作国家的禁忌 如中国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际猫 她曾将太子之前 肖良帝囚禁下狱 肖良帝对她的残暴行为 恨之入骨 发誓说 愿她生我为猫 阿我为蜀 生生恶其猴 这话传到了武则天耳度里 肖良帝被当机处于皆行 武则天也从此开始恨猫 寄猫 把养猫看作是不祥之兆 并下旨京城百姓 一律不准养猫 否则 当已欺君犯上论罪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如此 他早年曾出家当过和尚 剃过光头 和尚又称僧人 因此他特别忌讳光 突等字 僧字当然更忌讳了 推而广之 连根僧字谐音的生 生等字也不许用 如果谁在文章中 一不小心用到这些字 一经发现 不问青红造白 一律一击次论罪 抓起来就杀头 在现代社会的今天 像习近平这种 把个人的忌讳 当作对他人定罪依据 并在全国大新文字域的独裁者 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习近平之所以机会多 绰号多 主要有以下十大原因 一是他生性自卑 但虚荣心又极强 二是他心穷狭隘 听不得批评言论 三是他文化水平低 经常犯一些低级错误 四是他价值观扭曲 与社会文明格格不入 五是他重向封建皇帝式极权 六是他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 七是他重向封建迷信 八是他缺乏法律观念 九是他到行逆时 害怕社会舆论 使他缺乏政治家最起码的政治智慧 正如任志强先生 在他的公开信中所说 我所能看到的都是习近平 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部 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 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 却已将自己置于 无法自圆其朔的困境之中 越是吹则让遮羞不菲的越高 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 和赤裸裸地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